在這次反送中運動當中,香港人的智慧不僅僅是體現在 在戰術上面他們是非常的厲害,可以說是千變萬化,成出不窮 而且也體現在戰略上面他們非常的高超 做出了正確的戰略選擇 在昨天的8月18號週五的這些行動當中 就蘊含著一個重要的戰略選擇 昨天的那些行動,蒙面行動,人鏈行動,還有午餐遊行行動 按照香港現存的法律來說都是違法的 蒙面就是違反了林鄭月娥剛剛公佈的反蒙面法 在香港進行大規模的公眾聚集,比如說組織人鏈、午餐遊行 按照香港法律是事先要向警方申請 然後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了,你才能夠合法的進行 否則的話就是違法的 那麼這麼多的,一天就發生這麼多的違法的行動 那是不是說明了香港人他不尊重法治呢?絕對不是 大家不要誤解以為尊重法治啊,就是政府隨便頒布一個什麼法令 你照著執行,不違抗他,這就是尊重法治 不是的,尊重法治還有另外的一面 就是當你這個政府,當你這個統治者,你公佈的法律 他本身就是邪惡的,他本身就是違背法治的原則和精神 他本身就是侵犯人權的時候 那麼你按照這個法律所做出的一切的這些舉動 他都是不合理的,都是邪惡的 那麼你的那些政令,你的這些法律 我們就要抵抗公民就有權利,甚至是有義務站出來反對這個法律 怎麼反對呢?公開的違背這個法律 昨天的這些行動,就是在公開的違背香港現存的某一些法律 某一些惡法,這就是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這個概念是從2014年的香港戰衆運動當中 在香港就已經得到了普及,所以很多人知道 那麼這一次的反送中運動當中,尤其是在8月之後 很多的行動都是實際上是公民抗命的行動 都是違反惡法公開的抵觸惡法的這種行動 那麼這裡面就涉及到一個問題,你違法了 那麼香港的警察就會來抓你 法庭就會來審理,甚至你最後就有可能進監獄 那2014年戰衆運動呢,就有一些組織者、領導者 最後就被判刑了,那麼這怎麼辦呢? 那運動是不是會因此就被鎮壓下去呢? 所以這裡面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個運動 這個公民抗命的運動一定要是非常大規模的運動 一個人,幾個人,甚至幾百個人,上千個人 你如果去公然的違法 那麼警察就可以把你們一網打盡,全部抓進去了 法庭可以把你們全部定罪了,然後關進監獄 那這個運動就失敗了 失敗的運動不是一場好運動 好的運動一定是最後能夠達到他所爭取的 那個法治的目的,那個政治的目的 所以說怎麼樣才能夠在違法的這種前提下 又能夠讓整個運動持續下去呢? 一個辦法就是擴大運動的規模 當你一百萬人上街的時候,警察怎麼抓呢? 當你一百萬人公開違法的時候,警察抓得過來嗎? 法庭審得過來嗎?監獄關得下嗎? 那麼他們只能夠抓一少部分這些組織者,這些領頭的人 但是呢,如果你把這些參與者,這些積極的參與者 把他們組織成梯隊,第一梯隊被抓進去了 一百個人被抓進去了,那麼另外第二個梯隊馬上就替補上了 那麼你警察不斷地抓,最後人多到你警察抓不完了 法庭審不了了,監獄關不下了 那麼你這個惡法的體系你就崩潰了 你就不起作用了,你政府就沒有權威了 你這個法律就形同虛設了 這就是公民抗命的一個第一個要素 就是公開的違法,而且是大規模的違法 那麼怎麼樣能夠達到這麼大的規模 讓警察抓不完,法庭什麼了,監獄關不下呢? 這就涉及到第二個要素,就是非暴力的要素 那大家都知道,這些獨裁統治 他們都是專制統治者,他們都是以武力作為後盾的 那我們如果是跟他們去拼武力,一般來說是贏面很小 這是一己之短攻對方之長 所以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戰略 那麼怎麼辦呢?就是我們不跟他進行武力上的對抗 我們進行政治上的較量,進行宣傳和組織上面的較量 我們把民眾動員起來,我們把民眾組織起來 來進行非暴力的活動,避開你的長項 不跟你進行武裝的鬥爭 我們跟你進行和平的抗爭 讓你在政治上面處於被動的局面 這就是以我們的一己之長攻對方之短 我們所要求的這個目標,那是大多數人支持的 是全世界都支持的,而你們在這個時候 如果說我們在和平,用和平的手段 來要求達到這個目標的時候,你們採用暴力的手段 那麼你們在政治上就處於被動 你們就受到了大多數老百姓的唾棄 同時也受到了全世界的輿論的壓力 甚至是受到全世界其他的政治的軍事的經濟上的壓力 所以說這個在政治上面它就不划算 這在政治上面讓他們處於被動地位 所以非暴力這個是一個政治戰爭的手段 我們不進行武裝戰爭,而進行政治戰爭 我們不跟敵人拼他們所擅長的那些領域 所以我們打擊他們的弱點,他們不得民心 我們就用這個名義去打擊他們 他們喜歡使用暴力 我們就讓他們的暴力,那些小的暴力行動 曝光於天下,讓他們得不償失 所以非暴力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要素,一個原則 大多數人大家都是膽小的,都是貪生怕死的 都是會有恐懼感的,這是正常的人性 在一個社會裡面只有極少數的人 是願意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去以命相搏的 絕大多數人大家只求過個平安的日子 大家只求整個社會它是合理的就好了 在不合理的時候我也不願意用性命去爭取一個合理的社會 這是正常的人性 所以說你如果是號召武裝鬥爭 那麼參與者自然的就會很少 因為大家面臨的風險太大 但是你如果是要求的、號召的是非暴力的行動 那麼這個時候參與者就多了 不就是上街遊遊行嗎? 大家看看在茉莉花革命當中 那有一些遊行者他們是抱著這個小孩去的 這就說明什麼問題呢?說明民眾判斷 參與這種抗爭形勢啊,風險並不大 你在戰場上面,你看著誰去抱著自己的小孩去了嗎? 所以說這個非暴力就減低了參與者 他們所承受的這種風險 組織者會有風險 但是組織者他們本身就勇敢了,不怕這個風險 而參與者沒有風險 他就把整個運動的規模就擴大了 擴大了規模就展現了更多的民意 就展現了更多的力量、政治上的衝擊力 所以說非暴力是非常重要的原則 大家不要以為非暴力是不能夠對抗 這個專制政府的暴力 在很多場合它是可以的 尤其是在香港這個地方它是可以的 香港它是有一定的法律的基礎的 雖然林鄭月娥這個政府它是非常的操蛋 但是它不是真正的獨裁的權利 在香港這個地方甚至是中共 他們的手腳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捆綁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 它的法律體系是英國留下的普通法的這個體系 它的法官橫大一批都是自由主義的自由派的法官 是尊重法治的法官 所以即使是香港的警隊把他們一部分人抓了 那些法官一看並不符合對他們進行長期羈押的這種理由 那麼很快就讓他們保釋了 最後審判的時候即使是他們違法了 可能只判他們很輕的量刑 你違法了但是並沒有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我就判你做社區服務50個小時 那這也是懲罰呀或者是判你這個服刑20天 這也是這個懲罰呀 但是對抗爭者並沒有太大的威脅 所以在香港這個地方實行公民抗命的一個最好的地方 有一定的法治基礎的地方是公民抗命的最佳場所 香港這個地方選擇了他們選擇了公民抗命 這就說明在政治上非常的高超 他們充分地利用了香港現有的這個制度資源 香港現有的民意的資源 所以用公民抗命用非暴力的形式 用公開違法的形式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那這裡有一個問題 當一個運動的規模如此的龐大 幾十萬人幾百萬人一起參與的時候 你怎麼樣才能夠保證這些參與者 他們能夠保持非暴力抗爭的原則呢? 因為這些參與者裡面有一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當他們遇到警察的不合理的暴力攻擊的時候 他們自然的就會用武力進行反抗 這就是現在香港勇武派年輕人的現狀 那還有你不能夠排除一些地痞流氓 他們本身就有暴力的這種性格天性 那麼他們會混進抗爭的隊伍 然後藉機來發洩他們的暴力本性 比如說去燒商鋪啊,去攻擊市民啊 攻擊警察啊,怎麼樣能夠防止呢? 還有更難防止的就是警察他們化妝成為抗爭者 混入抗爭的隊伍,然後來實施一些暴力的邪惡的行為 然後嫁禍給整個運動,你這怎麼能夠防止呢? 這裡就涉及到公民抗命的第三個要素 就是高度組織化 不是一般的組織化,是高度組織化 當一個群體是一個群烏合之眾沒有組織的時候 那就是你人人想幹什麼就是幹什麼,沒有約束力 所以說這種運動是搞不了成不了公民抗命的 那麼公民抗命就要求高度的組織化 要求對於成員,要求對於參與者有高度的約束力 有高度的制約力 政治學上有個原理就是一個人群它的組織化的程度越高 那麼對於成員對於參與者的行動的這個約束力 規範能力、管理能力、控制能力就越強 這個群體就行為上面就越加趨於理性 就越加行動上面協調統一 公民抗命就是需要這個運動整個的是理性的 是非暴力的,整個的運動它的各個群體各個參與者 他們的行動都是協調的,都是整齊的 怎麼樣達到這一點?就是需要高度的組織化 那麼怎麼才算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運動呢? 我們就拿香港為例 一個高度組織化的運動,那就是要在香港各個區都有它的組織的分佈 在各個區下面還有很多的社區 那麼在每一個社區裡面就有它的單位 那麼在每一個社區裡面還有一些公寓大樓 或者是其他的這種居住的這種小環境 那麼在這些公寓大樓和居住單位裡面 都有它的組織的基層的單位 還有很多的學校,每一個學校大學裡面有院有系 那麼在每一個學校裡面有它的分佈 在每一個院系裡面也有它的基層的單位 那這才叫真正的高度的組織化 當組織化達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它的動員能力就會大為的提升 尤其是它對於這些參與者的相互之間形成合一 相互之間進行理性的探討 然後形成合一之後 通過這個組織來發布這樣的一個命令 那最後通過各級機構來進行執行 這個時候無論你再多的人都通過這樣的一套的體系 它的行動就能夠協調出來 那大家都知道有個成語叫做韓信將兵 多多益善,上百萬人最後他能夠被一個人這個命令所控制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軍隊是一個高度的組織化 那韓信他又是組織化的這種專才 所以說人不管再多,他只要把這個組織化搞好了 最後幾百萬人就像一個人一樣這樣的行動 那當然公民抗命的這種運動你達不到軍隊那種高度的組織化 但是我們可以達到組織化的這個要求 就是要民意能夠通過這個組織能夠匯總 然後通過這個組織能夠協調起來 能夠互相配合著行動 那這就達到了,然後能夠讓整個運動保持著一個非暴力的原則 當一個社區,當一個居民大樓裡面的所有的抗爭者 他們以這個為單位出來行動的時候 那麼相互之間每個人他們平時都是有交流的,都是認識的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第一個是可以互相的約束 不讓某一些人因為一時的義憤跟警察去展開武裝的衝突 其他的人就會把他拉住 那還有不讓一些品行不好的人去發洩他們的憤怒 發洩他們的暴力傾向 還有一個就是可以鑒別那些政府所派出來的臥底 那些便衣特務讓他們不能夠混入隊伍進行暴力活動 然後嫁禍給這場運動 所以高度的組織化,這就是讓整個運動保持非暴力原則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戰略 那麼香港現在的這個反送中運動算不算是高度組織化呢? 我覺得還不算,還有相當大的提升的空間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過去這四個月當中 主要有起到重大作用的是有兩種組織形式 第一種就是泛民主派的和理非派的通過民政形成的一個組織平台 民政裡面有50多個政黨或者是公民社會的群體 那是代表了和理非泛民主派的絕大多數的 他們共同的形成了這麼一個平台,並不是民政是一個領導機構 而只是各個群體共同的組織成的一個平台 那麼這個平台它的動員能力是相當相當的不錯 它的進行和理非抗爭的這種號召力和組織力都相當相當的不錯 但是還有提升的空間,等會兒我們再講 那另外一種組織形式就是勇武派、本土派 他們通過聯登、通過其他的這些社交媒體平台所組織起來的 這些組織人數稍微少一點,但是他們的行動力也是非常的強 這兩個組織都不算是高度的組織化 民政它是一個組織平台,它對於各個成員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控制力的 它只是各個成員之間經過了一番協調 他們能夠發起一個共同的行動 但是在這個行動當中如果是出現了 那跟這個行動的阻止相背離的這種事件幾乎也是難以控制的 而且大家因為是一個鬆散的這麼一個平台 所以說它下面就沒有一些基層的組織 所以說它的這個號召力、它的管理能力 那還是非常非常的有提升的空間的 那在勇武派、本土派的這些年輕人那就更不用說了 因為很多很多的這些年輕人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在線下的一個實體的組織 它是在線上的,是在網絡上面的一個組織 大家通過網絡形成一個共識了 然後在線下就來進行共同行動 很多行動的參與者他們是一種自發狀態的 他們對相互之間的這個行為是缺乏互相的約束 缺乏整體的這種管控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情況下都是實際上是各自為戰 或者是一個小個群體,一小個群體的這樣的 他們獨立的在作戰 只不過是因為他們同時在做 所以說形成了一種,似乎表面上看起來 大家一起行動的這種局面 不算是高度的組織化 所以說也容易被警察各個擊破 很多很多的年輕人在和警察的這種對抗當中 他們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遭受了很大的犧牲 非常的讓人痛心 解決的辦法就是這兩個群體 勇武派的年輕人和何理非的泛民主派的主流 大家都通過一種形式能夠合併起來 所有的這些香港的民主派的政黨公民社會 都能夠通過一種形式聯合起來 一個大的反對派的運動 這是反對派整合力量的一個絕佳的時機 那麼怎麼樣整合呢? 我在前幾期視頻當中曾經提到過一個名詞叫做公民大會 這個是從南非和印度的國民大會學習而來的 在南非當年有一個非洲人國民大會 用英語來翻譯實際上執意過來是非洲人議會 那通過這個組織 他就把南非的眾多的一些抗爭者把它聚合到一起了 因為它是議會嘛,是一種影子議會 通過這種形式,第一個就是最大限度的 可以團結香港現在的泛民主派的這些政治團體 現在香港泛民主派政治團體有很多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團體能夠獨自的能夠領導這場運動 沒有任何一個團體能夠整合其他的運動 所以說必須得超越所有的團體之上要建立一個新的組織形式 就是香港公民大會,這是一個最好的形式 同時這個公民大會它也可以團結 也可以吸引香港本土派勇武派的這些年輕人 讓他們不僅僅是在網上進行組織 也讓他們在線下進行組織,通過公民大會來進行組織 那這個公民組織組織的具體的方法 可以是各個社區各個區選舉自己的代表 或者是推舉自己的代表 那麼共同的組成一個幾百人或者是上千人的 這樣的一個公民大會 那麼這個公民大會它首先第一個任務就是 通過制定一個香港公民大憲章 通過這個憲章制定議事的規則,決策的規則 那表達所有參與者來通過這樣的一個組織形式 形成合一,然後共同行動的這樣的一種意願 這一步做成了,那麼香港反對派就有了一個 真正的能夠最大限度的整合起來的 這樣的一個組織形式 那一旦這個組織建立起來 它的很多的功能就會發揮出來 比如說第一個功能就是最大限度的整合反對派 讓這個反對派通過這個組織能夠最大限度的 動員香港民眾投入反送中 或者是今後的其他的民主運動 這是第一個功能 那第二個功能呢,就是保持這個運動當中 它的統一性,它的合理非的這種態度 這種原則,讓這個運動能夠長期的持續下去 這是第二個功能 那第三個功能呢,就是當這個運動持續到某一個時候 當香港特區政府他們堅持不住的時候 當中共內部出現了重大的事變 中共開始分崩離析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個時候香港民主派的這樣一個巨大的組織的陣營 就會起到招降拉叛的作用 現在大家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 沒有一個強大的政治陣營在這裡 香港的那些警察,那些公務員 他要想投誠,他要想尋找新的效忠的對象 他都找不到 只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反對派陣營的時候 那些敵對陣營,那些過去的那些人 他想投誠,才有他有投誠的對象 他也才有投誠之後他感覺到的那種安全感 所以說要建立一個新的、龐大的、強大的 這個反對派的組織是非常必要 而香港有這樣的條件 對,香港由他基本的法治基礎 同時香港有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 調動起來巨大的民意 以此為基礎 形成一個反對派的大聯合 形成一個反對派的強大的組織正當其實 所以非常希望香港的反對派不能夠浪費這樣的一次機會 希望香港的反對派為我們中國大陸未來的民主派 也做出一個非常好的榜樣 做出一個非常好的先例 成為將來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鋒 成為將來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 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下次再見,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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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